第八個Assignment 好 第八個Assignment 那我透過廣播系統看能不能送得去 這邊是檔案收發 檔案分發 好 大家Check一下你的Desktop 應該Desktop有一個Assignment 8 有嗎 沒有 回報到哪裡去 等級 等級 OK 好 好 集完 感谢观看 好,这边打算通报可能也有问题 我把它停掉 麻烦你自己从SEBA下载好了 好不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assignment 这个assignment我们要做一个那个LED的排灯的演练 其实我们主要exercise C里头的所谓位远运算 位远运算 位运运算是注重在位远对不对 它不是整个数值 不是实际位的数值 所以呢它其实是在 针对里面位运里头0101这个bit 做一些运算 我们就还是要准备一下你的框架 现在好assignment8 那你的ID你的name assignment6 ok 那么大家先准备那个graphics 画两个上上次我们画了那个breedbox的那个球对不对 然后画两个LED灯 要圆的也可以 正方形也可以 不是要圆的 用那个 那个用powerpoint 我现在有广播吗 有一些没有 有一些没有 他们都没有work 好我再等下我再重新再广播一次 就是应该都一样啦 就是说 跟我们上次在做breedbox的一样 就是我需要graphics 音效倒是不太 不会说一定需要 好 应该有 有些 好 所以 一样 如果说你到现在这些步骤还不会啊 那我真的没办法了 C-sharp 好 然后是 Desktop Windows 传统 或者叫Windows desktop 那是Windows Phone Application Darnate 那确定你选的这些都对 那Darnate framework 4.6起跳 OK 然后是 B 06 502 好了 B 0 by default 他可能又放到别的地方去 你可能要先选那个Desktop 好 所以确定 将它放到Desktop一包 那Solution看你要不要改名字 OK OK 所以 Make sure C-sharp Windows desktop Windows desktop Windows desktop Application Windows Application 然后 那个 Location 然后 这打 有打勾 哦 Darnate framework 确定 好 那第一件事情 不要留manphone 在那个地方 好 看你要改什么 你可以改 因为这个应用层次是LED的那个Display 所以你可以写LEDDisplay whatever 因为它其实是 Visual Studio帮你写一个Form的类别 继承至标准的Form 我再重新看一次吗 好 我再重新 视窗 轻 好 但我们先关掉 不用关掉 不用关掉 我是觉得 台湾是有啊 又少了几步 好 可能就是有些 炫草充出去 就是有些肉质 没有了 没有了 又没有了 我反而 是吗 没有了 刚刚有 没有了 现在 没有了 我一直都没有 还是没有 抓不到 我都没有了 我一直都没有了 干掉 他再干掉 他不是 是吗 是吗 是 是 就是 就是 那你还在这边做吗 不然回家 我一直看人是都有 现在不公司 然后可能先 先踩入广播 广播 再試一試 全螢幕一看 離不了 誰沒有誰有 方便退出來再試一下 因為我到昨天試過 這個 我要先離開 這開很快 對,現在這樣做 這個好 再錄 我剛才是不是都抓得到了 1、2、3、4 它有沒有沒抓到 抓到了應該是可以用的 就這幾個 2-1、2-2 應該這樣子是對的 然後再轉 再試一次 好 有了 沒有了 找一台 好 好,所以確定你的檔案在哪邊 那我們需要Graphics 其實Graphics很簡單 需要一個LED的模仿它亮跟暗而已 所以Up to you 裡面進行去做 就好,什麼東西都包在一起 所以老師的Convention 在這個Solution 回到你的Solution 這一包裡面 什麼東西都包在一起 那為了區隔期間 你搞不好還加音效 做比較完整的 你可以通過 Resources 或是Graphics 就好 你可以從網路上找圖 也可以 所以 老師比較prefled 自己做 比較不會有一些 所謂的版權問題 好 然後 其實PowerPoint其實蠻方便的 比如說像那個 你也可以做螢幕的錄影 我們現在螢幕也是採用 那個professional版本 那事實上 PowerPoint在新版裡頭 也可以插入一個螢幕 你在示範你的程式操作 比如說你絕對你的不錯 你要發布你的應用程式去賣錢 你要做操作 操作示範 都可以透過PowerPoint來 來那個 錄製 好 音樂上都是插入這些 這些 這些 圖案 好啦 這是我想要用語言的 那你們可以用方形去學到to you 那 那 by default呢 PowerPoint其實有一種 所謂樣式的東西 跟設計有關 好 跟design有關 那你可以選說我色彩的 那個 配備 譬如說比較 比較亮的 那我可以猜這種形式 那 或者是說 效果 光影的效果 看你比較不會哪一個 譬如說這邊有毛玻璃 來試試看 好了 然後 其他文字你也可以這樣 那你設好了之後 將來呢 這個傢伙是一個圖案對不對 圖案 他都有圖案有一些 他自己的格式 這個地方 就是有各式各樣 很漂亮的 那 好不好 用綠色的 好 那綠色這個是圖案 圖案按右鍵 他也有可以做一些格式的 這些額外的翠色 就是說 這邊有 圖案格式的設定 那分類型 一些填顏色 白底或是漸層 那漸層 那漸層你想說 好吧 漸層填滿這個漸層 不應該是線性的 可能把它改成胡色 胡色呢 也有一個胡色位置 對不對 可能中間開始胡色出來 太矮板了 不過不要緊張 隨便 我翻就好了 有機會玩玩看 將來你們 可能當研究生 或是將來上職場 主管看你Presentation的東西 你有行 有自己的東西 那就是你多比別人 多一些機會 那這些工具 其實會給你一輩子 Wall PowerPoint 他們都是無知工作者 他們都是知識工作者 除非你就是當苦勞 沒辦法 好 那立體格式 那上次我稍微談過 他其實有一個立體格式在那邊 好 那這個是因為 那個 這是有倒角對不對 這是倒角 看起來就比較好 所以各式各樣的 連角 還不太夠 20 好吧 看起來很亮 這是我要做亮 那 拷貝比較快 拷貝就容易 層次容易出錯 不怕 那時候我可以改顏色 那自喜 其實可以不用 因為他格式在這邊 有一個選項 Header 好不好 兩顆 就是你的LED燈亮跟面 把它準備這兩個圖片 那你可以網路上 網路上抓一顆 好 那怎麼辦 最主要存圖片 我不要拿圖片 不是做PowerPoint 好 好 不要按右邊 有一個叫做令存新檔 令存圖片 令存層圖片 那記得要存到你的目錄去 不要存到別的地方 都找不到 桌面 Graphics 放在這個地方 那你把它取回去 你能夠辨識的名稱 那我這次按 我就寫個按就好了 想要寫好了 這樣打字比較好抓 按 然後呢 選一個格式 JBG PNG都可以 那PNG可能是比較完備 那PNG可能是比較完備 平常沒有PNG 好看 嗯 好那就只能GF 就GF 不是GF 我覺得比較爛 JEPG 是PNG sett 可 可 可 X 抗 把他確定一下檔案有出來 互檔没把它打开 因为没有互檔 没把我辨识 对 PNG PNG 上面好 PNG这些PG其实都是Graphics 或是BMP也都可以 右键另存成图片 PNG OFF 刚才是因为 那个浏览器的选项 档案管理员 它的浏览器没有启动互导 好,那最后把这个档案 除整起来 因为这样你可以随时再修改它 所以我们有一个PowerPoint 里面就是准备两个图案元素 把它输出就ON 、OFF 那以前过往 老师带大家措施说 我们直接把它 把它弄到一个所谓Pitro Box里面 那透过Pitro Box 每次拷贝比较方便 但是这次我们没帮好 我们这次单独要跟它存取 就是说我想我在应用程式里面 把一个ON、OFF的Bitmap 放到我的整个应用程式里面 那我高兴教用它就教用它 我们把它存成那个Bitmap的图档 那Bitmap的图档 你要加到应用程式里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像上次我们是音效档 音效档比较难处理 所以音效档我把它当成一个内容 那每次便利的时候就希望它拷贝一份 拷贝到执行党所在的目录里面去 那将来这个执行党执行的时候 它就有音效档播放出来 那是一种离开的做法 就是把你的这些资源 我们叫资源就是图档 音效档 或有的没有 像影片什么这类的东西叫做资源 那资源的东西你可以跟主程式 把它隐备在主程式里面 或者分开成独立的档案 以前我们做法是把它变成独立的档案 那这一次老师教大家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叫资源 Resources Resources跟这个Application是直接在里面 就是它已经变0101化 已经藏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 那将来它绣这图的时候 它真的是在它的应用程式里面 去找到这一块0101的资源把它绣出来 这叫Embedded的一个Resources 好,我们有需要这两个东西 从回到我们的 如果说有问题 麻煩举手一下老师 会stop by一下 OK 好,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 那个等级介面的地方 是不是太大了 我们要稍微缩小一下 不需要那么回往 好,我们回过头去看看 过往说我们再加一个patchel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做完的东西 也顺便让大家知道这个来龙去脉 我们把它钉起来 把push pin压下去 那我们那时候最常见的时候 我们好朋友就是patchel box 他可以秀一些graph 意思是预言处给我们 patchel box P开头 你看过往是这样 那patchel box总是要拆一个 假设我们来拆刚才的up 我们过往是怎么做 我们在这个地方注意看一下 好 点选它的property 对不对 Image 注意哦 有些东西可以搞混 有一个叫back-up image 这边还有一个back-up image back-up image 一个像壁纸 不是,叫壁纸 一大块嘛,一定可以贴壁纸 那壁纸 前面还可以放一个image 所以这个网络就够搞清楚 那image就是一个图档 那我们那时候的做法是什么 哦,我去本机 本机就是你这台电脑 各式各样的地方有图档 它的资源就被抓过来用 另外一个你看到没有 有个叫专案资源档 那专案资源档放在哪边 properties slash resources 那个resx 所以resx 这个是一个资源档 这是一个资源档 好,那我们那时候第一步是 我们本机资源啊 汇入 我们那时候做还是好 不要紧 还是发了一下上次我们的做法 那回到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本机资源就是你上重 壁纸下完全 你可以到你电脑 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图档就可以了 那它其实做了一些事情 它其实做了一些拷贝过来 稍微跟大家提 我们看一下桌面 桌面这一包 Groppies在这边 我就说我在本机有找到这个 好,开启它 那你还记得吗 我们要设什么 设那个所谓的size mode size ABCD牌好了 有一个size mode 我们要stretch 延伸就是看它多大延伸 所以我这个可以规换它的造型 好,那那时候做 将来我们就变成这一颗BTA 假如说写程式要用到它 我们就要隐藏起来 那拷贝的时候 把透过这个家伙的什么image 抓到这个BMA的图 那有时候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要确证说 这个图片是可以比较 可以变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 Programming能够把这个图片 单独的使用 要间接的透过这个BTABUS 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们看 这个东西做我也是到底这样 你如果说展开一下 MAINFORM MAINFORM里头 我们习惯什么 这个点压 这个是BID 或是它设计 所以这个设计 设计界面其实是假的 这其实是执行什么 执行Designer 这个层次过来才产生的 所以我们讲说 MAINFORM 你按右键 它有一个层次 脚本的 还记得吗 层次码都写在这个 事件处理上 都在这个地方处理 另外一个设计是 VisualCD的管理 那你会发觉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档案 叫RESX Resource的X 那个SML格式 等一个档 这个就是目前 因为你抓了一个图进来 出来了这个 缝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交友 把你收藏了这个图档 Double Click一下MAINFORM 诶 真的抵押在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 Resource的XD那地方 那它内定名字就是 Picture Box 1的IMAGE 全部的面称是这样子 所以故事来容去面是这样 好 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现在的 那个图档要 让它独立能够存取 因为我们将来要assign它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设计界面 回到设计界面 快点两次 把它Delete掉 Delete了就 没有了 比如说 Save一下 确定一些都有存在 更新 那时候我们再去看 那个MAINFORM RESOURCES 已经没有了 很自然了 因为我不需要用它 所以层次就把你成不了了 那我们这次要怎么办 有两个图档 让我层次在用它 我们这次就是做了 就是我们把它变得embedded 就是跟应用程式 整合在一起的支援 那怎么办呢 你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你还可以印象 我们上次不是看到一个什么 property backslash 一个resource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注意看一下 这个专案里面 有一个properties properties 就是 它是相关的属性 里面有一个csfile 这csfile 其实是在掌管 在整个 执行的层次 它一些特性 一些主要的 主要是指导在哪地方 你会看到一个叫 resources 故书 resources.resourcesx 就是这个家伙 所以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 把图档 存在这个地方 那么 存起来而已 那我还我怎么用 也就是说 另外有一个 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注意看一下 展开看一下 这个resourcefile 有一个帮我们撑腰 帮我们写层次 事实上 它就是说 如果说 我把图档 放到这个resourcefile 里面 它会帮我们包装 包起来 包成一个类别 让我们直接可以用 包成一个物件 我们层次就可以 加入它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加入它 后面的solid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 也不是你在管理 目前展开来看一下 它其实在整个软体 应用软体里面 其实就有这些concent 就比如说 resource manager 这边已经有写一个类别 它已经帮你写一个类别 叫resources的类别 那里面有一个resources manager 管理员 还有一个cultural information cultural 跟cultural是什么的 今天你的应用程式 可能要开发日文版 可能要开发韩文版 那文字的东西 你绝对不能写死 不能说 我的一个视窗秀出来 是中文 所以我们那些 跟文字有关 不是跟有些图案有关的 假如说跟国家 你的版本 国家有区隔 那我们就需要这个 所谓cultural resource 那个culture的这些物件 写住我们区隔 说当下 这个层次在执行的电脑 它的culture是哪一个 culture包含了 那个 那个地域 跟language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 中文 繁体的 台湾地点 是这个样子 所以culture这东西相代 反正就是跟那个 你的转体如果说 globalization 要那个全球化 所谓全球化的转体 就是说 你针对每一个地区 有一个localization 这个是另外一个 有兴趣 假如说你耳后会 有气质比较强 你到时候真的看相关的tubbing 上面 我们现在的resource 就是图形 跟自创 自创也是一个支援 譬如说 这是日文的 这是韩文的 这是中文的 就有一个自创 在那个地方 那它都藏在这个 所谓resource里面 帮你管理 主要特别是这样 好,那我们通常不用去bother它 不用去bother 这个.designer.cs 跟那个form1.7 那个.designer.cs 一样 这是V就是帮我们写的 帮我们写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用就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好 我们也可以把它 稍微 靠起来 不把它好 所以回过头来 那两个图档 好,我们怎么看 马上来打开 double click 这个 resource.esx 这个file 快要两次 你能不能看到 看下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所谓的 名称 by default 这是字串 所以你假如说 你要开发韩文版的 那这个resource 将来会有一个韩文版 日文版 还有英文的这些版本 那每一个都有一个名称 名称都相同 名称都要相同 那后面的指是不同 后面是打日文 这个是打日文 那另外是打中文 那另外打韩文 但是你将来 你假如文案 你要修一个字串 你再用这个keyword 所以 城市写在里面 这样就自然而然 英文版的 就修英文 日文版的就修日文 所以背后的概念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要读档 跟这个没有关 那这时候 蛮好我们按一下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处理什么 我们在处理resource.esx 这个file 打算 就有点像FOR1一样 你把它添一些东西进去 那是不是就是 背后帮你整理 帮你把它包成一个类别 可以用 好,我们今天来 加入支援 加入支援 按一下右键 加入支援 那我们是加入的 你看有哪些可以加入 字串、影像 图示 图示是icon 小图像 还有文字党 那我们要加入现有 檔案 他自己会判断 假如是音效档 那音效档就是 变成01进来 那假如是图档 他就用图档 把你接收 所以麻烦 在确定你点写resource.esx file 然后加入支援 加入现有的 檔案 File 好,那Navigate到你的 那个graphics 这个subfolder 从graphics 桌面 从这边进来 graphics 好,就这两个 可以互选 选一个之后 按Ctrl鍵 再选 所以我选了两个file 按 off的png 开启 好,你看它 加到哪里去了 这两个图档 加到resources.reexx 里面去 好,差不多嘛 跟刚才我弄了他一个picture 但是它是 它是火旗 就是说 我有两个图档 放在那边 藏在那个resource.fire里面 然后它已经帮我们包了一个类别 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再说再回来 我们先save 把它save 把它save起来 就拉进来 确定了 让它呈那些 那我们看一下.design.cs 展开一下 .design.cs 刚才写的一些层次 已经有了一些 那现在写更多层次 我们注意看一下 喔,看到了 喔,有一个off 名字跟我一样喔 你的名字可能不叫off 你会看到 有个bitmap 喔,有一个bitmap 已经帮你包好了 也就是说呢 We just need to 帮我们把那种 资源加进来包成一个bitmap 你这样就可以 程式运用它 那还有一个on off 在那地方 那这种就是要 支援 跟你的应用程式 Embed在一起的这种模式 好,那上面 我们就关掉了 就是 我们平常不会管它 就是我们尽管在那边加 你可以加音效档 加一些有的没的 所谓的支援的东西在这边 好,so far 我们做了 两个图档 把它加到resource 那我们怎么可以用它 我们怎么用它 好,我们回到程式里头来 回到那个mainphone 我们不打算 写物件导向 因为今天 这个界面就是16颗灯 要摆在那地方 那所有东西就是要在我们眼内 所以我们就免为其难 写成一个 没有什么物件导向 flap的东西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 我们现在的mainphone里面 好,按右键 我们把程式打开 那我们首先 要把那两个图档 加进来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Visus有重设 所以这个字型不是很好 老师再重新改一下 字型 它是Consular 好,正常 所以我们现在mainphone里面 需要什么 Bitmap B-I-T-M-A-P 好,那把它称为叫arm B-I-T-M-A-P B-I-T-M-A-P 先生有两个 我这两个将来 我随时可以用它 那两个要载入 要载进来 因为 这种物件都要new出来 你哪边new 我不是new新的 不是一个档案 所以我们从资源那边抓过来 所以当mainphone 已经建构函字 已经执行完之后 已经初始化所有控制项 初始化所有控制项 当初有拉几个东西 都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 我们最后来设定我们的arm 刚才怎么设定 刚才讲说 控制项 放在这个Properties Resources里面 所以我们就 试着 ToIntelligence P-R-O-P-E 诶,抓到了 它其实是个namespace 它其实是个namespace的名称 叫Properties 那这个Properties 在我们的namespace之下 点下去 诶,不是刚才解决了一个 静态的类别 叫Resources 就是R 又highline 对不对 highline就不用管它 那这个是一个static的类别 我们要存取里面的一个静态的Properties 点下去 再继续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 on 一个on 就是那个家伙 就是那个bitmap 所以那个bitmap 我就从Resources里面 它帮我们包起来的一个 一个Properties 那个Properties 是一个bitmap 所以游表一进来读读看號 你看游表一进来 这样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bitmap 是bitmap 就bitmap 可以伸到我们这边 就这样我程式就可以 这个op就有东东了 有东西在那个地方 那类似的 OFM Properties get resources get 好 同样的道理 以前你那些音效 感觉很佐 对不对 我多说音效要拷贝一份 到那个执行长 要跟它在一起 那没有在一起 就声音播不出来 你音效党 可以再把它一倍进去 那怎么程式看起来 就是比较天一无厚 好 就是这样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明 所以我们有两个on off 可以用了 最后我们准备16个 16个pitcher box 好 那让你们写了 16pitcher box 然后 那那个 prepare to be made as object constructed from two images file separately with one image for light 一个就是 打亮的LED 另外一个就是电力的 就是暗的 那 two images should be either 好吧 这个刚才我们试验过 我们是透过 resources.iex 放这进来 那将来要放在 pitcher box的face上头 它的表面上头 就要额上一点 pitcher box的image 就对了 那 好 subscribe the quick event 那将来我们这个 我们先把16颗按钮 全部把它弄出来 好不好 好 那个16颗按钮弄出来 那 另外 我们要准备一个 就是valuable 叫on off the condition 好 好 送话这样 那我们 一个on off the condition 是这样 我们先演练一下 它的那个 嗯 应算好了 还是 我们先让大家 好啦 我们那个 先给大家一个mission 麻烦大家把 2 4 6 8 10 12 14 16 16个pitcher box 入进来 in case 你忘了老师带大家 再做一次好了 带大家就是 就是我们其实用它正列 但是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0101的bit 将来这16颗 这16颗的LED它的亮面 我是用16个位元的 一个变数而已 16位元的一个变数 像Unsighted的short short是16个位元 那bite是8个位元 short是16个位元 int是32位元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做控制 每一个那个整数里面的0101 每一个 1要代表亮 0要代表面 所以我们其实这16颗怎么控制 这16颗 我们其实每次都去看 看这个变数0101的值 每一个变得0101的值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来变数一个叫做on-off的condition on-off的condition 所以我们先把它配置在我们的那个mainform的data里面 称一个data里面 我们通常是unside int 对不起 unside short short 就是短整数 短整数是16个位元 我们称一下on-off-condition 你要不要给它粗子值 没有给它粗子值 OK 因为它不像是所谓local变数 local变数要求给粗子值 因为mainform它是一个class class的data如果没有给它粗子 它byd 或是用它内定的粗子 所以内定的粗子就是0 一开始就是0 那我们不要给它一开始是0 我们先试试看好 我们先给它设定一个值很不可能 你看你要设定它什么值 那我们用16进位的方式表达 假如说16进位 16进位就是四个 两个16进位的符号 就代表8个元 对不对 那所以总共需要几个 16进位的符号 我假如说FF00 就是16进位 两个符号 一个是0到15 4个bit 这4个bit 这4个bit 所以16个bit 那你们看到 应该是前面两边是要亮 那后面两边是要灌掉 F就是全部都11111 一个F就是1111 4个1 4个1 2进位就是15 0就是0 假如是这个样子 一开始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是要准备16颗的pitcherbox 那16颗pitcherbox 我们就先准备好 好 data pitcherbox DIC pitcherbox 然后呢 阵列 我们阵列还没有讲到一些细节 但是我们就开始在用它 所以它是一个阵列 不是一个pitcherbox 所以阵列就是一个5号 那我们称为叫LEDX OK 我们修法这些 所谓成员data 这些成员data 都属于mainform的 OK 好 那我们on-off or sign 好啦 那这个on-off 也出色了 剩下这16颗 要new出来 要new出来 16颗的那个 LEDbox 要new出来 那我们打算怎么排列呢 将来四川的宽 四川的宽 那看你要不要留一些空隙 那我们也许可以留一个空隙 我们把四川的宽呢 除以17颗 可以吗 除以17颗 那看每一颗的宽度多少 然后从左边开始 从左边开始 但是注意一下 你D0的LAD 譬如说LADX0 在右边这一颗 所以这D0颗 它的位置比较远 再来D1颗 再来D2颗 D3 D4 D5 D6 D7 所以我们的顺序 因为是数字嘛 我们数学数字就是 最小的个位数在右手边 在右手边没有办法 但是它坐标 坐标0从这边开始 X坐标从0看这边 所以你怎么写过 所以你要布置这一个 这个Pitcherbox的那个 X 或是LAD的地方 你要把它算好 16个要把它 要把它出来 所以我们就准备new 16个出来 首先呢 LED要new 因为它是个正列 以后人讲的 正列它也是一个参考型别 你总是要告诉我 你要new几个 那按一个控核键 Pitcherbox 那个已经highlight出来 因为 你听得知道 你左边的是LED 是Pitcherbox 好 那我们就 其实 你要new一个正列 所以是中瓜 要告诉他几个 比如说16个 好16个 再来就一一要new 再单独一个 这个第一次的new 只是new說 将来记忆体配置16个指标变数 假如是你有c的概念 那我们称为叫参照 16个那个所谓 Pitcherbox的参照位 参照只是准备放你这个物件 非常大 你的data很大 它的起始位置 所以每一个东西将来还要在new 好 所以出来之后 就我们用或回圈 那 挡了或的话 那你 既然这个internet 已经这么殷勤的 帮你highlight了 这个所谓 这个密码 for的这个 我们就快按tab键 两次就可以了 好 它就帮你准备整个框架 这可以结成档的档枝 OK 我再提醒大家再一次 我们确实要loop输入16个嘛 所以我们正常做的就是 自己要打forint i0 那你 打for 打f它已经highlight它了 你就可以tab键快按两次 帮你把它整理好 确实inti来消远 那当然lens我们自己设 黄色的 我们是什么lens呢 16 我们斜尺就好了 你当然也可以讲说 LDSDUT Lens 这以后我们再讲到正面的时候 因为它是单列朋友有个帮他撑腰 所以后面其实有很多的些 属性帮他携帮他 我们现在确定就是16 是0到16 那每一个家伙呢 每一个家伙叫出来 LDS 对不对 DI个啊 要拎出来啊 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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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就是有点像contract 一样 不叫他还是这样 拎出来 OK 好 接着我们要设什么 宽 高啊 这些东西啊 宽啊 还是他位置要设什么 宽高 那有点像 因为他在LDSD 所以宽跟高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宽度比较重要 对 所以我们要找到宽度 那我们就开始说 需要一个区域变数啦 INT啦 W啦 W什么 这个FORM 那FORM在哪里 FORM的宽度就是 WI 大写开的 WIDS 别忘了 你现在是在什么 现在在MainFORM裡面 MainFORM就有人去界面 它就有一个属性 叫WIDS 还有HIDE 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们就拿它WIDS出来 除以多少 除以17啦 好 那取正数嘛 因为它是PIXEL WISE 那我们接着再来 就是还有一个INT OFFSET 就是要偏移一下 要偏多少 因为我们准备 左边控半个 右边控半个嘛 那 那 那这个OFF怎么算呢 就是WIDS 你想想看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那个 那个 WIDS扣掉 16 16 乘以W 因为它现在大概就是 除以下去就是 就是变成那个 整数的PIXEL 这只是说 从左边过来来的 那个片质啦 因为我17个位置 对不对 那主要是 左边凯 控半个位置 右边控半个位置 让它整理的比较漂亮 想法是这样 所以OFFSET 就有一个OFFSET 那 对不起 因为OFF 又跟那个 BMAPOFF够 混在一起 那真正它的名字 应该OFFSET 偏字 OFFSET X的OFFSET 是这样 那最后我再来 就是透过OFFSET 透过W 你是不是可以设LED的位置 好 那LEDS DI 那我刚才讲过 刚才讲过 D0颗在这个地方 所以D0颗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它有几个X 它有几个W D0需要15个W 12345615个W 位置才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OFFSET 在这个地方 这是OFFSET 这是XOFFSET 那是1个W 2个W 3个W 4个W 5个W 所以要缓过来 你要把D0颗 摆在这边 不是从这边摆 D0颗不是在这个地方嗎 所以 它的LEDX 他用LED 左边 相较于他的父亲 等一下 多少个X DI W 加上 我们把OFFSET 先写出来 OFFSET 加上I 乘以W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你自己写一下 几个W 我再讲一次 D0颗在那边 它的位置 X OBSET在这边 要加几个W 1个2个3个 是加15个 I等于0 是加15个 I等于0 加几个 位置在这个地方 位置在这个地方 加14个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举手 知道我在说什么 举手 好 不知道 你们自己写 我是故意写错的 写错 就刚好 蛀羊变色 前后颠倒 很简单 想一下 没什么困难 好啦 好 把它布置对了 OK 然后呢 再来 所以位置有了 那再来 它的TOP 是不是也要设给它 大家统一 TOP 就是切齐 那看你要隔个10个pixel up to you 20个pixel 随你啦 看你高兴怎么样 老师高兴20 那再来还有宽高 就是LED 那宽 Width 你看哦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写 LEDs i height w 这个是当你程度到的 反正 这个是叫串接 它其实是一个运算 运算式 我们当然可能有提到 可能在第四个单元就提到 就是右边结合 那左边再结合 很重要 考试会考 所以当你判断是到哪些先算 所以说OK 那还缺什么 缺一个那个 缺一个 缺一个 什么东西啊 缺一个 缺一个 那个image的 size mode 所以LEDs d i 个 它的size mode 那size mode它是一个enumeration 所以要assign什么值 Intellis 你抓到enumeration 顶下去选择就好啦 stretch stretch 延伸的 延展的 那当然image要放什么 不好意思 我现在image 我放的一开始image 一开始的image 一的可能是放on跟off 不是我这边决定 不是我目前 我现在目前只负责new出来 把位置设好 这样而已 那将来 这个灯号 这个LEDin 到底要放 这个LEDi 到底要放on跟off 不好意思 要看谁 要看这个家伙 按condition 看这个家伙的决定 那这个家伙 我们怎么决定 我们会写一个函式 让他决定 所以待会我们会 我们会准备写一个function 点亮所有的灯 或是 那个有些亮面 看他的数字而定 所以稍后我们再写 那 接着 这不够new出来 你要加到哪边 因为你的parent 他都是独立的 对不对 没有父亲 谁包容他 我们要用这个家伙 父亲 mainfoam这个物件 来包容他 所以每个东西都要加进来 所以每一个元素 this 就叫出来 this就是这个父亲的foam 的物件 他的control 有一个集合 叫controls controls 是个collection connection 就是add 串接就好 不用管谁 在前面 谁在后面 lds di 那有时候这样画出来 我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image 我们以前还没有写image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是 要互加一个function 那我们目前还是给他一个 background color 要不然就看不出 所以然来 我们初始的 给他一个 background color leds di 颗 他有一个back image background image 对不起 我不是back on image 可能是back color 到现在是back color 就是 assign assign 那assign 你就打一个大写开头 color 它是structure 点下去有些property 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是喜欢黄金 就 黄金色 什么 这只是 我们先初步看一下 就so far 然后我们程式说 哦 有这些对啊 LED16颗 然后人家拎出来 然后可能就有初始 bmail两个都载入 我们就乱乱看 帮大家乱乱看 凳派的时候 看目前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现在 性质方式大概是站一步一步来 好 都出来了 我说楼子怎么变成一条 你理解吧 你没有空格嘛 对不对 你没有空格 当然是这样啊 那很正常 就是空格这样 待会我以后会把它拿掉 OK 那再回来看一下 所以so far 那个 bitmap已经拿好 我们现在 在这边 它有一些button 照着你自己去拉 我们老师可能带大家 只是演练一个shift 跟那个 有一个叫做 flash flash 是最好写的 但是 首先要完成什么事情呢 完成就是 把灯号秀出来 所以 类似账号 可能跟着版本不太样 你自己要去追 bitmap pitchbox led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完成什么系统 等一下 再来 设它的click 我们先看一下show 要show出来 好 这个程式先写 update leds from on-off the condition from on-off the condi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呢 要决定 第几个LED灯它要show off 还是show up 所以说update 我们这个全名叫update leds from on-off the condition 那它是私密的就可以 因为它不会公开对外 好 所以我们就来写 这个方向 这个是建构函式 把它折起来 那 primey就不用写了 就直接void 我们这个方向是void updateLEDs update这个LED灯 从这个方向 从 那个on-off来update它 好 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假如 假设说我们现在拿那个8位元的 当范例看 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其实要找出 哦 这是第0个 这是第0个 变得是第1 第2 第3 第4 第5 第6 第7 我们要知道这个到底是0 还是1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 这个变数 假如说这是A变数 那我们要弄一个 透过什么 透过by 如果说 里面收看那个录影带 那你可能不知道老是要讲的是什么 没办法再重复跟你讲 我们现在讲的是 另外一个变数角是AB 我们会 位元的and 是这样 位元的 位元的运算值是 a and b 好 这个是and 那另外 o呢 是b 另外一个not 就是单一的运算值 not a 对不起 那不是not 是telta 对不起 telta a 就是 零一曝换 就是 那些东西 那and的状况 a and b的状况 如果说一个位元 这是位元的and 不是说你以前在讲的什么 大于and 什么小语 那种东西 不是那步零的 现在是位元的运算值 那他会各位元来看到 1 and b的e 就是说 如果看到位元是1 人1的话 那就得到1 那10 如果说是1跟0呢 是0 因为他and 这两个要and的起来 所以是0 01也是0 01也是0 00也是0 这跟一般的逻辑一样 就是真假逻辑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它相对是位元的 所以如果说 你看 我b如果说这边是1 这两个 ab 这边是1 那我把a跟b 怎麽样起来 and 起来 a跟b and 起来 不用1 那你可以知道 b 其实要跟a 做 and的运算 而且中间只有一个1 那我把1 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整个结果都是0 整个数字 全部等于0 全部等于0 结果之后 我就知道 这个bit 其实这个bit是0 这个bit是0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我把a跟b做and的运算 如果说结果是0 那代表这边是0 结果不等于0的话 不等于0是什么意思 不等于之后 这边是1 当这边是1的时候 11 那就得到11000 不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要解出 a里面 到底 第几个bit 第几个bit 是1 或是0 我们要准备一个b 那这个b 通常在数语里 叫mask 遮罩 其他我不管 我只管这个bit 所以以目前b的遮罩来看 他是管 他要查验第0个bit 如果说我准备一个遮罩 我准备遮罩是这个东西 准备遮罩这个地方 其他都是0 其他都是0 那我这两个去and的起来 那我其实在检查 他这个bit 是不是1还是0 所以通常在做遮罩运算的时候 主要目的是 通常遮罩要减出他是1 或是0 这是最常见的 那我们就会用到 and的运算 但是呢 再来 你怎么准备这个mask 这个b怎么准备 第0个 1要放在这个地方 那第1个 1要放在这个地方 其他要放0 那第2个bit 1要放在其他要放0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mask怎么准备 我要中间其中一个位 变成1 其他都等于0 好 这时候就有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讲说 如果说 稍微一下 看一下 橡皮擦在哪里 橡皮擦太小了吧 好 如果说 我们现在1 1真的存在电脑是这样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246 246 7 8 我们现在假如说 b是怎样 b是这个形态 那我们就是那个 在检验D0跟bit 假如跟a 我们不知道它的内容如何 那将来a跟b呢 a跟b是end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位元有没有 那这样问题 你怎么样让它一直往前走 如果说b 我把b的值 拿出来往左shift的位元 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会得到什么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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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这边会补0进来 所以我们怎么准备这个mask 准备这个遮招呢 我们就透过所谓位元的运算值 把这个1 移到这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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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移完之后呢 就跟它做m的运算 我就可以查验这个bit 到底是1或是0 那如果说是1呢 我就up 如果说等1 0 那我就off 所以想法是这样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遮招 这样让每一个位元去走 16个灯 总共有16个灯 每一个位元都要去跟它跑过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用到什么 A&B 这样的一个concent 那看最后的结果 有没有得理 那再提醒大家一次 B&A 那个B shift shift 1的结果 B值没有变更 听清楚 跟上次我们讲说 street replace with 一个新的 你如果说没有把新的 传回去 那原来自算 自算是没有变的 所以我们先演练一下这个shift 再跟演练一下 A&B 是不是下课的影响 好吧 我们先休息好了 我们那个回头来 让你那个没有跳起来 我们继续下去 好 我们休息后再回来好了 好 好 休息后再回来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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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好 好 我又是在哪裏 蛤? 你不會把槍火 蛤? 他很緊張 他有一個人從旁邊要從旁邊要擊殺 然後就後來就被控制到 就被控制到 然後就被控制到 就被控制到 沒有啊 沒有啊 是嗎? 沒有啊 我轉一圈之後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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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man function 就是所謂的 poken.cs 因為城市從這邊開始執行 我們利用它的空間 來學習一些東西 program.cs man function man function 我們在用前面的空間 玩一些東西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uncited short 我們現在習慣用short i ok 另外準備一個uncited short 準備這個結果 如果說j 等於i shift shift 1 那 毛毛蟲出來 為什麼? 毛毛蟲出來的大前提是說 因為這個shift的運算是by default 它是作用在int 所以最後結果是int 你看五毛蟲 鑫 隱含轉換為uncited short 有點麻煩 那 好吧 好吧 我們還是steak uncited short 你無所謂 因為 雖然by default 它是拿比較寬的位 幫你做位移運算 但是你知道我的範圍還是在uncited short 所以你可以大膽的把它 變成uncited short 把它cast回去 這樣就可以指定過來 或者我們不管 老師不管 我們這邊還是改int 讓你看一下它的內容 int 那就無所謂 所以這個shift的位移 就是往左 也就是它01 什麼意思呢 這個目前變出uncited short 0101的pattern 大家往左 移一個位移 你想想看 我們那時候 如果說一個數字 往右移一個位移 代表什麼意思 它的值 直近位的值 其實代表乘2 2 2進位應該有概念 1在 假設1在這個地方 100 這實近位是1 如果說它的pattern 01的pattern 往左移位 要變這樣 2進位的方式 這是等於1 2進位的結果 它是等於2 對不對 如果原來1 往左移兩位 移到這個地方 變多少 這是2.0 2.0 2.0 變成4 所以為什麼整數 電腦在算整數的乘數非常快 它沒有真的在用一個什麼乘法 其實在那邊乘 它是靠過一點shift 結果就出來了 你用那個 對 用shift方式很快就會找出來 好 所以如果說你的乘數 那虎典數另外一回事 虎典數是下一個CPU 要畫回比重的運算 所以有些computer商人 他們很care 你是用的是整數的乘 還是一般的蝴蝶數 尤其像一些 將來你如果說走控制路線 有些控制器 它的那個C的compiler 就會桌金鍵 它搞不好沒有提供 有蝴蝶數的那個乘數數在那邊 你要用整數上面去仔細算 它去取小數點 那是比較辛苦 所以shift的結果 它其實是代表這個意思 所以它真的實際位置 你要預期 1 往左移shift的一個位元 得到是2 1 往左移shift兩個位元 它得到是4 那我們要引列 要驗證一下這些結果 那你其實在這個地方 你看 這是往左移一個位元 那追著 追著 我們來追 往 這一等於什麼 這一等於結果 來往左移三個位元 我們看到三個位元 我們看一下 設一個breakpoint 你在學東西 你回到那個1的console 或是Wandpoint 都可以 有一個沒有辦法從這切度 一行一行去執行 你就學到它這些語言 相關的這些規範 所以設一個breakpoint 目前為止 在MAT裡有幾個區域變數 一個而已 對不起 I-N-T 應該有兩個 uncentage show 這是自動的 區域變數應該有兩個 展開了區域變數 i跟j兩個 現在過去 F10執行過去 i現在你看紅色的 剛變1 那我們現在拿i的指 注意 i往左移一個位元 不是說把i的所有位元 把i的所有位元往左移的 只是拿i的pattern 拿i的那個靈印的pattern 往左移一個位元 得到一個值 i本身聞風不動 聽清楚 i本身不動 等一下你看 i是1 那我們位元移過去 i這邊執行 i往左移一個位元 你看i還是1 聽清楚 i還是1 好 那現在j變成2 j目前變成2 你看 所以i你看 你要勉強 1本來在第0位置 移到一個位元過來 所以現在指是多少 因為我們列印出來 就是實經位的指 實經位的 再來我們 i又拿出來 i的pattern又拿出來 i的pattern拿出來 i還是在第0位置的地方 那往左移三個位元 我們準備把耳上到j裡頭來 往左移二 j點多少 對8 往上是8 所以這個你會看到 這個純粹是1 i的1 i在位 其實這個1一直移 移到第三個位置 這是我們講的 我們需要這種 當max 當遮罩 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值拿來當遮罩 這個值拿來當 不是i i只是裡面存的1 i都沒有變 你看到 知情過來這邊都沒有變 那你說 老師我真的這個max 就要讓它變 怎麼辦 跟那個 我們上次的那個string 在replace一樣 你要怎麼辦 你真的要改變的話 你要這樣 你真的要改變i了 假如說我真的要把i的內容 全部改變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i等你 i shift in 要這樣運算 然後呢 我們那個 講到運算值 應該有提到 這是二元運算值 二元運算 左邊是一個變數 整數型的變數 右邊是一個長數 或是長變數 都可以 這就可以運算 這二元運算值 那原來的這個傢伙主角 主角跟別人來做二元運算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運算值 合併在一起 現在毛毛蟲還出來 為什麼 因為右邊運算結果是int 那int 你當然要把指定過來 e的位你可以這樣寫 假如說你真的要變更 就是uncited short 強制把它cast 左邊 右邊的type 要相等 這樣說ok 那這就比較討厭了 我真的i要改變 我真的i的靈異要往左shift shift的一個位 那這時候 你灰點這樣寫不可 這樣你i值才有變動 所以我們再試試看 這樣的狀況之下 執行下去 i才會變動 因為int 我自己把它拿掉 所以層次執行正好 i 現在設為1 i 你看i設為1 那1往左shift 拿出來 它01pattern拿出來 往左shift 得到新的pattern 這個一個值 把它assign到 變成assignation 回來i 所以i才會變成2 看到這i才會 那i值拿出來 那要注意看喔 現在i值得2了 01 01 2的是 o 往左 整個往左再移3位 你會議局這點多少 i點多少 i又沒動 i現在已經剛才有變動 i現在是2 是第一個bit是1 第一個bit是1 我往左移3位處 得到指數16 最得到是16 所以你可以 比方講 腦袋的想要 1在第3 第4個位置的那個地方 1在那地方 那i有沒有變動 抱歉 i又沒有assign i沒有assign i所以i還是原來的 所以今天就是 shift 沒有代表會考號 沒有代表本身 它的胃炎被移動 所以我們說 拿這個數值的pattern出來 它的pattern 靈異的pattern出來 來胃炎而已 本身原來的pattern 還是保留 主要你把耳善回去 好那再回來 如果說我這邊確實 i也要耳善對不對 那不行喔 你也可以在 睡兩邊寫完 i等於這樣 那毛毛總會又出來 因為這個地方又是ind 那可以怎麼寫 我們在談到upper的時候 假設說 主角本身 跟別人 參與二元運算 又要選回主角本身 我們可以把這個符號 搬過來 搬到這個assignment的前面 那這個傢伙就省列掉 主角就省列掉 變這樣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i等於i sh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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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shipped 三個位置 而且而散回來 所以這很精簡 就不用再cast 如果說你的unassignment show 要自己往左邊 寫上方式 就很精簡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一步步執行 所以首先我 這兩個寫法一樣 好 好 所以我們回到i這個地方來 i等於1 直徑下來 那i本身shipped patter拿出來 往左shipped一個位置 然後再往上回去i 所以i現在在2 那現在2喔 拿2繼續往左shipped三位置 那要改寫回到i裡面 所以亂過去之後 這層次老實就會這樣考 就麻煩你告訴我 最後i值是多少 那你要懂的這些原理 有些時候陷阱 你有了算給i 那總結有了算給i 那你了解這個 然後你去脈 你可以追蹤它 代表說你對於這個運算是熟悉 16的運算是過來 ok 好 那就是這個max我們要做的 那接著你看喔 我們要做什麼運算 我們再把它停掉 stop一下 i現在已經過來了 如果說 我現在另外一個unassigned short j 是等於16 類8好了 類8 那我們就要去做什麼 i跟j做and的運算 i跟j做的運算 那運算結果它白底或是int 所以我們用int 收它好了 也就是說 i往左shipped一個位置 又往左shipped三個位置 都改寫到i裡頭 所以i其實現在變成16 16我去跟8 8其實是3 8其實是3 那個位元在3的地方 所以兩個and起來 你會得到是0 我們看一下這個範例 好一步步來 i等於1 那往左shipped一個變2 再繼續往左shipped三個位置 變成16 i是16 但是只有一個bit 第四個bit是1而已 那我們現在跟j 這一個bit是1而已 也是在第三個位置 這兩個j 所以j是8 所以你看8跟16 有時候老師會考你 就直接用int 8跟16 去and起來 請問最後答案是多少 兩個int 這兩個都是int 那我去做and 位元的and的運算 那你要告訴我值多少 你要推算出來 所以運算結果大家一起多少 一起多少 k 0 沒有 一個是在第三個位置 一個是第四個位置 兩個n的起來 結果都等0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把它改一下 如果說我現在的狀況 如果說我們現在 那個j呢 剛好16 剛好一個位元16 剛好一個位元16 那16位元剛好四個地方 這兩個n的起來 這大概是1 不是1啦 就是第四個位置是1 非0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0 我們現在直接查一下 是等於0還是非0 非0代表還有殘留的01在 對不對 那全部都是0的話 那就是0 值就是0 非0的話可能是 以這個例子來看是16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結果case是多少 重新來 好一部位執行 I已經移到四個位置 I在第四個位置上 那這剛好是第六個位置 這兩個n起來 你看得到的是 所以那個k呢是16 那你不要去care 他指是多少 我們只管 因為我們做mass 在查驗每個bit 只管 等於0還是非0 等於0 就代表是全部空的 他這個位也是沒有 所以我們是 利用這樣的一個end的運算 來查驗 一個bit 一個bit 是不是0 是不是1 因為我們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condition unout of condition 就是每個bit 代表是要打量還是打暗 所以OK 我們把它停掉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把它comment起來 我們是在學習 我們打一個註解起來 或是你把delete都可以 再回到我們的mainform 回到mainform裡頭 所以我現在updateLED燈 要用up或是up的貼圖把它貼進去 那看什麼 看現在unup condition的狀況 unup在這個地方 unup是uncended show的16個位 我們是每一個位也都要跑一遍 每一個位也都要看一下 是0或1 0或1 0或1 好 所以回頭回來自然得然 我們就要在這邊檢驗 4 int i從0開始 i 是16 i ++ 那D0的位置就是D0的bit 到底如何 所以我們就要準備一個mask 對不對 我們要準備一個mask 那這個mask我們稱為叫 一直放在外面或在前面都可以 我們就準備一個mask好了 準備在外面好了 uncended show 也一樣 叫mask 一開始 因為mask就是永遠有一個1而已 我們把1寫好 在第0個位置 1放在第0位置 就有點像剛才的y 那你現在檢查第i個位置 檢查第i個位置 你的mask要怎麼準備 第i個位置 從1 從0開始到第15個位置 那你要準備mask mask要怎麼設 那設成什麼 對不對 mask原來只有一個1 那我就開始用1 位移 把1位移到第幾個位移的位置 是不是這樣 我的mask就是 本來是1的值而已 我都拿1的值 那1開始玩的時候 修修修修修修的過來 那我不是修修好玩的 我真的要assign回來我的mask 就要我完成一個mask 就是這個1位置 是跑到我現在第i個位置上頭 代表的概念 那可以經驗一下 像這樣我比較用cast 比較辛苦對不對 那既然是主角本身都相同 是跟別人做一個二元運算 我就把這個 約二元位置跟這個 等他assign過來 好 就確保 我一定跟他做運算 那跟IOA有注意喔 這個主角就可以省掉 因為line-sign就只有一個對方 這意思是說主角是誰 是我 我要跟對方做這個shift的運算 運算的結果 再assign回來改變我自己 這是西相關遠度這樣的一個 互合運算詞 互合運算詞 mask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那這個mask要跟誰啊 你的所有01點亮點亮 都是這個叫我在操控 on-off on-off的condition 那目前我不管他指多少 初始成年可以認設 可以認一設 可以認一設對不對 那我們就開始做mask 做and的運算 然後and起來 就是把你的on-off condition 我們總共執行的16次 其實是主位也在做 那我們跟他做and operation mask 那我們現在其實得到結果是int 對不對 那我們講過 我現在其實位也在檢查 跟我一樣是1 4的話就是非0 因為他位也會一直移到很高位置 絕對不會是等一頂 但是也不是等1啦 不會說剛好等1 因為他要看位置在哪邊 所以我只要管等一頂不等一頂而已 等一頂代表是沒有相同 沒有相同 就是那個登就是等一頂 原來就是等一頂 unoff的那個bit就是等一頂 所以如果說if 結果呢 那為了保險起見 因為還有一個等一等於運算詞 這個是邏輯等式的運算 原因則上是會優先等級 如果說你有看路領帶 我會談到 各式各樣的運算值 這就考試會故意考 到底這兩個先運算 還是這兩個先運算 看這兩個運算值的優先程度 如果 只要max max等一頂等一頂的話 還好 這邊已經告訴你 已經告訴你有錯誤了 else 準備好 另外一頂看看 他說 and的運算值 不可能他用在行為 unsinit跟不火上頭 這個左邊是unsinit 那右邊是不火 他說這個東西將來會作用 然後在左邊是unsinit 那右邊是不 你說右邊怎麼是不 右邊又是mask 他右邊會先驗證 這右邊會先做 所以你就去看 他錯誤訊語告訴你 and不可能 最後在unsinit show 跟不 你說右邊不是不 那意味什麼 意味這個會先運算 但是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是想這兩個先運算 所以考試學會這樣考 我不給你括號 我告訴你最後結果多少 那這個你應該講說 結果沒辦法run 應該是左邊先施行 所以這時候左過號就拿出來 左過號先執行之後 得到一個int值 再跟這個int值做等次的運算 所以我講的是這種 因為還好 這個是跟你那個 那個誰啊 就那個 可怕可以跟你報應 或者你可以怎麼寫 好 一樣啊 這個也是忙 就前後還是沒辦法 就是 右線等級呢 是這兩個線執行 你擺在左邊也沒用啊 他又說 左邊那質子怎麼 你怎麼可以等一等一 你這一個那個 那個二萬個condition 右邊 這個錯誤訊息相對會 比較不同 他說 L不可能套用在一樣 左邊是不我 他還是這個地方先執行 所以就乖乖的 那個 這個是你要先執行的 刮起來 小刮刮起來 好 如果說等於0 這兩個energy 代表那個bit 第一個bit 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的第一個bit Python 他是0 他是0 那0的話 第幾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0 unoffered的第一個bit 是0 那我們是不是第一個led 在打什麼 打滅 打那個不亮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叫做leds leds 第一個 我們其實錄出所有的東西 那他的什麼 我們要設他的image 表像的圖像 對不對 設成什麼 我兩個傢伙可以用 on跟off 那看你要on跟off 那這是off 當然這是off 那else呢 leds 的第一個 他的image 等於 等於on 所以這個韓式 專門在做什麼 他專門在addled的亮面 從你現在已經改過指的on off 所以on off不是我管的 不好意思 我不是我管的 我只是檢查每個bit是0或1 0的話就會用那個off 秀出來給你 所以他這個韓式給大家呼叫 給你要更新 你要更新畫面的時候 有呼叫用的 所以updateleds from on off 那我們還要去update 別忘了我們初始的時候 初始的時候對不對 初始 人間都不知道 我們on off設定好了 那個leds開出來了 那時候還沒有設他的圖像 我們只設一個background color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background color 拿掉 我們不要back color 反而 在最後 東西都new出來之後 一切都ready之後 我們馬上呼叫一次update leds from condition 初始 所以初始 看你初始 你在這邊設ff 你看老師剛才初始值 設什麼 設0xff00 你可以試試看 改變其他詞看看 看有沒有處理取 所以老師預期是什麼 左邊的八顆 左邊的八顆要亮 右邊八顆要off 那其實就透過這個update fds 他貼什麼 貼on的圖或貼off的圖來決定 好 我們執行看看 那我們剛才是不會碰 我們把它拿掉 你看你的程式有沒有問題 那你的問題需要老師 或是 那個 我們去幫你看一下 好 有問題對不對 這兩顆亮 其他都是off 上面是room 我也不知道在哪邊 我們再追蹤看一下 所以0123456 好大概有問題 你的狀況如何 我們再check一下 老師先這邊做除錯 好 因為mask已經改過了 我的mask已經改過 所以是mask的問題 mask的 因為i等於0 那往後再移的很快 i會移的很快 所以不應該這樣 mask應該重新設 設成這樣好了 設成 1 往左移的i會死 1 因為剛才的mask1 已經被更移動過了 所以現在拿1 移動為了i會死 這樣才正確 剛才那個現象其實是合理的 那我們要把它cass un sign it short 所以第1個 第0個 那我覺得1 位於0個 就原位不動 還能移動一個位置 那把它assign給mask 所以mask可以做出來才正確 因為剛才mask 那個assign 那個新的指 那一直往前跳 快發布兩次人 就跳到外面去就找不到了 OK 所以這個邏輯稍微有點錯誤 好吧 這是老師的 0 在這邊0 從左邊開始 0 應該是說那個f 這邊是f 高位元 高位元 f f 0 0 OK 那你可以試試看 假如說最開始 你可以體驗一下二進位 最開始 假如說是16 我這邊是16 你去看我這邊不是用0 用16進位 我就寫一個長數值16給他 160101的pattern 將來就會透過那個登卡顯示 16 我最開始是16而已 所以他16是整數 他就一個一個差位 其實就看到第四個 才打亮而已 所以過往的這些 所謂的例子 這個16 這代表16 16的整數對不對 這是我們01 用二進位的表示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這個是那個16 好 這個方球準備好還不錯 不錯 那現在問題是說 我們可能要做一個 按鈕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目前 好吧 說話也沒有問題 我先check一下好了 你現在程式應該是 如果是一步步 應該可以 有初始的畫面出來 有問題的舉手一下 好不好 幫你看一下 或是交換你嗎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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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選是 方選 你看他就是跟那個 Mainphone 這是controller update 這個還是一個獨立方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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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嗎 好 在這邊 因為update是隨時呼叫 你就是update他的證物做什麼 你如果現在加註解 麻煩你回去加註解 他就參看現在on-off的0101 the bit pattern 的詞 把這LED燈 重新改變他的face 是on跟off 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manphone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這些控制項 然後多線處理完了 接著我們處理我們自己的data 我的on-off從resource找到 我另外16個出來 那我每一個位置設定好 只是差沒有設他的表面圖像 對不對 就被客人來亮 好這些都準備好了 那我是不是ready了 LED P980都準備好了 那我當初也設了一個 只在這地方16 on-off的設計 在那裡也設好了 那我就請他 依照現在我設定的on-off 0101亮面 來把燈打亮打滅 就在這地方 所以update存在做這種任務 update的人就是在這 所以這一行其實是最後 controller的最後 不能講最後 應該說一開始的時候就秀出來 那你可以 你可以嘗試改變一下 假如說你要0101 0101怎麼辦 0101 0101 010 亮面亮面這樣交錯怎麼辦 那給他什麼值 16經衛想想看 16經衛 第0個是0 第1是1 第2是0 第3是1 第31是8 8 加2 10 應該是10 應該是10 10的話就會叫錯 所以10了 你看我用16經衛 你們再看一下 你要自己模擬看看 10的話 16經衛用什麼 表示用a 我如果全部改成a 大小學都可以 AAA 我初始的on-off 肯定也都是0x AAA 當然010 亮面的pattern會怎麼樣 這應該是 一亮一面 一亮一面 看到一亮一面 這就是 用AAA 這個010的pattern來頂 那是16的dense 就是這樣交錯 那你假如說是 1 亮面亮面的人 好像是1 3 亮面亮面 那一個8位 亮面亮面 就是1 那這邊是1 這邊是4 所以5 如果能改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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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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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四個位圓 這四個位圓是16晶位對不對 這個整數值是多少 0 2 4 4加1就5 所以這邊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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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讓你的燈要出來 可以嗎 3DL就是你以前在學二晶位 整數二晶位是透過這個方式 一個bit非常珍惜 一個bit就代表一個燈 打亮打亮 那就是亮面而已 那當然如果說這還有顏色還有灰尖 那另當別論 就是假如它也會有2562階層 那可能要一個byte 來代表它的值 亮面的程度可能不同亮 ok 好 說話是這樣 那現在就有時候就 我們就要開始準備玩一些東西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玩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珠陽變色 珠陽變色的就是亮面就變亮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用其他東西寫就很辛苦 那透過位圓其實很方便 我們看一下應用程式聯絡 這邊這顆我們實作的這一顆 叫Flash 閃爍 啪啪啪啪 亮面亮面這樣 我把錄光都寫了 好 那所以你其實都要做什麼 你這些工作 這些幾個按鈕工作 其實都要改變on、off condition 這裡頭靈音的詞 然後呼叫update 燈號就給你顯示出來 可以理解嗎 有點像你是導演一樣 你把on、off的靈音 配置好 呼叫update它就給你秀出來 好 概念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設Flash這個button 那這個剩下有些東西 那你去做 所以在這邊準備一個button 拖拉進來 那不要 button1 好習慣 成一個好習慣 因為寫成是將來要區分 Flash 閃爍 PTN 配馬 Flash 好 那Subscribe他的QuickEvent 來 DoubleQuick 這就是DoubleQuick 因為擺提過的Quick 就是他的DeepleEvent 所以快按鈕就是 好來 Button 打錯了之後 Flash是把它充掉 F-L-E-S-H-O Flash Flash 這給了那個Quick 到底要做什麼 你要拿Flash 你現在拿到的on、off 就把它豬陽變色 0變1E變0 然後再請update呼叫理師就可以 然後你自己寫一下好不好 然後0101豬陽變色的運算值是什麼 沒看頭影片就不知道 是TELTA 是TELTA的符號 是那位元的0變1E變0 所以你整個數字給他 全部給他TELTA下去 他就變016破壞 016破壞 016破壞 也可以哦 射規模 應該射規模在這個地方 沒有層次就沒有規模 好 所以on、off、condition 拿出來 拿出來對不對 我幫你拿出來之後 Pick pattern拿出來 Pick pattern拿出來 那我再TELTA下去 那這樣有沒有改變on、off 沒有哦 你要重新再assign回來 記著記著 位元運算的東西 結果都是int 你要再改變回來 那你拿出來 你拿出來 就出來 為什麼 TELTA是臥眼運算 作用下距就是int 這神很討厭 不要緊 那反正 我只管後面16個臥眼 就un-sign 然後下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改變哦 這個flash 你要flash 他很簡單 就是那個家夥 如果on-off的零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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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關係 因為廂盤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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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ö 或者是說 尖閣比較長一點 比較短一點 越閃越快 越閃越慢 對不對 尖閣時間都可以去玩 所以概念是這樣 我們透過一個0101的整數 來控制這個燈號 可以嗎 大家這樣 好 剩下的東西你要去玩它 那我們現在 大概老師要再看一下 假如我要讓這些東西全部都 衛移過去 衛移回來 跑馬燈 我們常看到 這個實體大家會有 假如你們現在是走控制的 可能就會去光碼商場買一些LED的研件 寫一個程式 像Arduino 寫一個吸血的波 把來把去 其實都是用衛員在做運算 所以衛員運算其實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們Engineer 對其他靈魂可能比較不care 所以我們Engineer其實要熟悉它 好 說我們再看一個Lab shape 老師這個範园裡頭是還會強調 每次不是shipped一個喔 每次是跳兩個 這樣shipped 跳比較快 那往左shipped 往右shipped 老實現在是寫一個 就是固定往左 往左 圍一個圍圓的 那也很簡單 逐漸的 大家可以在那些想法 就是ID的時候 我們再加一個 button 進來 假如我這邊斜指是一個Lab shape 我用胡號好了 我用胡號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告訴你看的是這樣 BTN BTN Lab Shift 名稱學你學 Lab shift 1 我寫實喔 就是1 那個position 對 你要自己設計你的玩法 像剛才老師那個demo裡頭 我還可以設每次跳2個 跳3個 那我現在斜指跳1個 跳1個 跳1個 好 那 邏輯都什麼 這個按鈕要下去 就把on off改一下 update一下 就這樣而已 所以subscribe這個event 那 又拿出來啦 on off拿出來 on off拿出來 往左 我現在斜指喔 固定shipped 1由1是斜指的 再爾山回來給誰 on off 再爾山回來 那又來重新cast很討厭 很討厭 我們就直接把這兩個搬過來 變成這樣 這變複合的assignment 就算是 那這傢伙就不用出現啦 我啦 跟對方啦 請拚 用這個東西請拚 shift 請拚的結果 再寫回來我身上 那個概念是這樣 就是assignment 回來原來自己的本身 一樣啊 再來什麼 更新010的pattent update update on off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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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 不叫他而已 是共用的 我們現在就可以 往左一直位移 你看結果會怎樣 往左shift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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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一個 shift一個 你現在玩玩看喔 你說老師 我這個是像以前那個artier game 這個人 我把這個人操作 往左移到那個右邊之後 又會從左邊出來 好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以前那個game 非常low-end的game 跑到左邊之後 又從右邊跑出來 就是這樣巡迴 你可以用過方式喔 現在我們修是一直修過去就沒了 就沒有 再回來的話 也沒有 想想看 就是010的東西 在那邊玩而已 當然你可以用timer 讓它變跑馬燈 一直在緩護跑 一直在緩護跑 up to you OK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 所以剩下的東西 跟這個unoff操作的 隨你們而定 那接著我們另外一個功能 今天喔 今天我們軟體啦 假的啦 假的啦 假如說真正你去那個光碗上 買Eleting 插在面包包上 然後它會跑 它就很漂亮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設定 沒有辦法設定 那個unoff的pattern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利用這個picturebox的control 欸 我如果說是亮的 我壓一下變面 變亮 我直接是用圖形來操控它而已 我將來準備做一個 我再秀出來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看一下 今天喔你看 這些東西是假的喔 剛剛看起來很像 它其實如果說真正real world 它就是一顆LED的 你不可以當輸入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一個picturebox 我現在講到說 欸我可以讓使用者 透過這個介面 透過這個介面 它頂一下這個亮的就變off 頂一下off的就變亮 然後它點完了之後呢 就代表使用者 一想設置這種on-off的可能性 存到on-off的可能性 存到on-off的可能性 反向 這個是我們傳體的好處 就是我可以在那邊 佈一個畫面 然後把它存到on-off裡面去 那將來這個on-off 就可以shift來shift去 也就是這樣 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picturebox 除了秀出來up-down up之外 我們先做input 所以我們回頭來想一下 好 多加一件事情 我們再回到我們當初設計裡頭 controller這個地方 回到 不是這個delight 這delight是inten Visual 16方面 我們再回到我們當初 建構函式的時候 我們new出來 你看 我們當初new出來 回顧一下 好 老師讓大家做一次 你可以跟我做一次 無妨 我們那時候picturebox怎麼做呢 picturebox拉一個過來 然後呢 這時候你看這不一樣 我們現在有一個支援 圖形式放在那邊 我們假設我要設他的 我們要設他的那個image 好 在這邊點選他對不對 你看 以前我們都是從本機支援 找到一張圖片貼進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專案的 我們專案裡面有支援的 就在這邊直接選他就好 所以放在專案裡的好處是大家共用 隨時可以看到 我把on-t掉進來 這個大圖調進來 那再設一他的那個size mode 算學 當初我們picturebox是這樣玩對不對 那時候通常只是在show而已對不對 我記得應該說show 那不只啦 其實不只 我們那個時候 在做那個打磚塊 picturebox也可以定用他的事件 Quick事件帽子事件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其實可以 我們是打算定用他的閃電事件 那閃電事件我們就 人機介面在設計的時候是跌減他 那在那邊double quick 他定用一個時間對不對 是這種方式 所以double quick 你注意看喔 這個傢伙叫picturebox1 double quick的時候下來 他就幫我們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叫picturebox1 quick的事件 那事件是怎麼一回事 事實上 不是只寫這個程式而已 我們剛才的定用 我們剛才的定用 也就是說呢 這個picturebox有一個 一個event 叫做quick 那我們再回來 定用他的時候 double quick Videos都有幫我們準備 這個函式框架 你看這個函式框架 有一個參考 我們把它 快 展開 快按兩次到那個地方去 直到那邊 到design的點心 就是這樣程式 這個代表 你剛以前的定用事件 是我們透過設計界面 double quick 兩次對不對 Videos幫我們play了很好 那現在拍誰喔 我們要定用這個世界 我們要自己寫程式 像什麼程式 像這種程式 picturebox one 等click 加等以 為什麼要加等以呢 其實在背後 我們以後可能會稍微談到 這個event的機制 這個事件的機制 其實背後 是一種 假如說以前有同學學過C 就是C的pointer 韓式的pointer function的pointer 那這個C-sharp的所謂event 它其實它名字叫做delegate 它不叫做function point 叫做delegate 那delegate其實是個 肯來選是一個集合 你今天有很多人定用它 假如說三四個物件 都定用同一個物件的這個事件 那每一個人更準備它的function 它的function都收入起來 function point 都收入到這個 所謂click的event裡面 所以背後的機制 其實是一個叫做 function的指標 韓式指標 那在C-sharp 叫做delegate 是一個delegate 那delegate裡面本身是存了 一個集合 存了一大堆韓式指標的集合 那所以將來 當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可以一一呼叫你的韓式 它事件的機制是這樣 所以呢 你不能把它等號 你不能把它強制assign 等於 你要串接了 你要去揍別人 別人搞不好已經有 登入它的韓式在別的地方 你只能串接你的韓式 所以我們要第二個事件 是要串接 把我的韓式指標 串接過去這個事件裡面 那將來事件發生的時候 每一個有定用它的 它就一一可以觸發它 隨時這個東西在 那我們把它拿掉 所以了解這個 這個事業只是讓你知道 世界的程式的撰寫方式 以前我們過往都是佈置好 在這邊double click 給它定用世界 我現在要靠程式來定用它世界 所以我們選它 就把它抵抵掉了 不用 所以協助大家理解 那麼回到哪邊 回到我們的程式 回到我們的程式來 那這個韓式還存在 現在沒有參考 沒有參考 就被大長把它抵抵掉 再我們回到我們的 建構含熱的地方 我們在Mainphone裡面 是不是引力寫的時候 這邊有16個出來 假設說我現在按了按鈕 能夠有做 我要定用這個LED DI 每一個東西都要定用它的事件 所以這時候我就來 我們就要一件事件 接著在後面 注意 要跟上來 LEDS 它是一個pitcher box 它是一個pitcher box 它有一個click事件 是一個ICK事件 你看 閃電喔 不再是把手 把手是public 我們就是把閃電叫出來 那這時候跟我做 可以控格 可以不控格 再來是 打一個加等於 我們其實要定用這個事件 只是靠程式來定用事件 打完加等號之後 你看到Intellision提示鈕 這時候按TAB鍵 加等於就按TAB鍵 再按一次那個TAB鍵 或者說按套用也可以 再一個TAB鍵 或者按套用都可以 我現在已經不用了 所以我們其實做什麼 我其實寫這張程式 坦白講是 LEDs 第一個click 我們在定用這個事件 是加等於用加等於 後面來其實給它一個韓式名稱 給它這個韓式名稱 只是我們透過TAB鍵 就是幫我們把這個韓式框架準備好 它就可以跟這個click的事件 串接在一起 那這個click的事件 縮穿它本身就是 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要involving function 它的function就有要求 第一個參數叫object 第一個參數叫object 第二個object叫event arguments 那不錯 不就是幫我們準備這個框架 就這麼寫好了 所以呢 將來16顆按鈕 16顆pitcherbox 都共用同一個這個 所謂事件處理 每一個我們都定用16顆按鈕 我們都定用16顆按鈕 這16顆按鈕 我們都定用它的click事件 那我們都把這個 唯一的韓式的指標交給它 所以 第0個 它的click 將來互交它 第一個也會來互交它 第二個也會互交它 第15個也會互交它 那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要click它事件做什麼 我覺得 你這個 不管第幾個來到這個地方 你的本身 它物件差異就是sender 但是我們知道 我目前的sender 就是這個LED 就是一個pitcherbox 那我們抓到你這個pitcherbox的時候 我要改變什麼 我如果說看到你的image 是on的 珠氧變色 是on的 我就把你变off off的 我就把你变off 所以我是透過這個方式 當整機界面的速度 所以拿過來 我就先做一件事pitcherbox 我記得那個p好 我一步步來 pitcherbox 轉型 我們知道主角 誰送過來 就是sender過來 這個就是過來 這個叫我過來 因為呢 我是定用這個 事件 click事件 seqLED事件 那我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準備在當這個pitcherbox 的click事件 發生的時候 來互交的 那每一個傢伙是誰 第1個 第0個我不在乎 他就是透過sender送進來 那我sender進來 不管你是第幾顆 我就把你中間 收一份拷貝 你就是第p的pitcherbox 那我就可以檢查 假如你現在這顆pitcher的image 你看 當初image 等你 等你 別忘了 我現在有一個on off image 本身就是binmap 如果它是on的 不好意思 你的image我給你強制改 珠氧變色 改成off 那當然最好是else if 不過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 所有pitcherbox 要買就是on 要買就是on 所以你可以大膽else 就直接把image else 直接把p的image 改成on 所以if它是on的 我就改成off 不然呢 不然它就off 然後off 結果我就把它改成on 沒有地上的選擇 那假如沒有地上的選擇 你可以這樣 這樣就就好了 不會erloco 所以我們沒做什麼 額外做什麼 額外在LED產生的同時 我定用它的世界 而且我準備一個韓式上它呼叫 我們設個blaypoint 進來在這個地方 設個blaypoint 設個blaypoint 那我們成績慢慢看 演練一下 我們要的功能有沒有達到 所以目前使用者設定這種 焦焦面 可是我不想要 我想要設定一個那個是 這個前面都按的 後面是亮的 那我們來shift 來flash 就是你要 使用者可以改變它 通過這個LED可以做輸入 所以我們就click 假如這個D0顆 我們clickD0顆 clickD0顆 clickD0顆 好就來了 你看它觸發它的click事件 對不對 它就來到這個韓式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sender 你進來 sender看一下 sender固執裡頭 sender固執裡頭 sender固執告訴你它是pitcherbox 展開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 我們其實看不出 所以藍藍 第幾個看不出來 但它位置 有沒有位置 pitcher你可以看到 bomb 匡匡 對不對 x比較遠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它是 真的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p的image 你看一進 目前的image 你看 是那個pimage 展開一下 看不出來 看不出它是arm的狀況 但是不要緊 我們就讓它比較 on也是一個image on也是一個bitmap 對不對 那這個image也是bitmap 那麼相等 我們 unlapse 直行 它確實是on 確實相等 所以我現在image變off 我把playpoint拿掉 所以所有東西都進來這邊 不管哪一顆都進來這個地方 我抓到你 看你的image如何 那我改變 所以我現在就變黑了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點這一顆喔 它就變亮了 再壓一下 變on 我可以多到togo 所以使用者可以盡情的佈置它的初始的燈套 假如說我喜歡這樣 我喜歡這樣 1 2 3 3顆就好 我設好了 你看我設什麼 我只設它的image而已 我有沒有設它的on-off 你如果說flash 你看按鈕flash flash當初你怎麼寫 當下的on-off來flash 可是我改 我只改它 改爽的 我只改它表面亮暗而已 我有沒有改到on-off 你有沒有改到on-off 你看 所以你要回來 又回來了 剛才新規改了沒有用 你沒有改到on-off 我只是在改變它 強制把它改變 如果說你真的要讓使用者 它設完了之後 設完了之後 設計完了之後 卻是update on-off 那將來壓下去 就是這個新的在那邊閃的話 那你每一次click的時間 你是不是要update一下on-off update一下on-off 好 那我們就準備了一個函式 所以光是quick沒有用 quick只是單一一個圖像在變的 我們就準備另外一個函式 另外還是老師這邊有說明 所以我們剛才寫的是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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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off condition 對不對 再來我們要寫的是 應該是update on-off update 我們叫set set on-off condition for iloid的image 也就是說這個韓式如果被呼叫了 你的on-off就會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現在on-off的狀況來設定它 OK 那這時候又會用到mask 對不對 用到mask 好 OK 我們就先把框架寫 set on-off condition from led的image 所以跟它相對的 我們以前寫的一個是update led from那個 所以我們這邊是 一樣 void set on-off condition from 從哪邊過來 from led images s 那你今天是怎樣 這個韓式就是要從D0的pitcherbox到D15的pitcherbox 偷看一下 你現在如果說是on 圖寫是on 那我要在on-off的condition 這個D0的bit把它變成1 把它變成1 那如果說第1個bit 它是off的image 我要把第1個bit 設為in 所以你現在的任務 剛才的任務是說 我要用mask 減出這個bit 到底是0還是1 所以剛才用and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是要設回去 設回去 設回去就不是用and 我們是要用all 好 我們先玩一下all的這種符號 所以我們再回到什麼 我們剛才有演練過shift 那也演過telta 然後再來看一個bitmap的運算是所謂的all all 那all常常會用在這種set 這種bit上的 我們再回到那個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prog.cs 來玩一下 我麻煩大家跟我做體驗一下這個運算 透過這種方式 將來你看頭裡面就會比較有sense 因為都直接動手過 我們再回到man這裡頭來 面裡面 假設說我有一個unsigned show i最開始都等於1 那我們現在假設說 假設說我今天要設那個第一個bit 第一個bit1 設為0的時候 所有bit都是0 i等於0都等於0 假設我要把它設為那個 當然你知道第一個bit設為1的話 那就i設等於2 那就代表第一個bit設為1 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假設第1個bit 這個1個bit要設為那個 設為那個1 那怎麼辦 當我開始設為0的時候 全部都等於0 那我要設1的時候 我要找到一個mask 所以我們有一個unsigned show mask 那假設1 移到第三位 你看喔 我的mask是1 移第三位 設成mask 所以1喔 往左移三位 所以1往左移三位 它現在是在8的位置上 那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拿到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拿到的應該是這樣 我們現在拿到的應該是這樣 我現在還是透過眼鏈給大家看一下 假設說我們現在有一個那個 起標是0000 0000 那我們準備準備把 第0的第1 第2 第3 我們在第三個位置 第三個bit 我們要準備把它變成1 我們要準備把它變成1 怎麼做到 我們就 這是假設A 我們就準備一個mask 叫m好了 m假設是0000 1000 我們準備一個mask 假設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要介紹 那我 這個為什麼叫mask 我現在其他都是0 那我這個0是1 其他都是0 因為我把其他不care 其他都是0 其他都是0 那如果說0的狀況之下 我今天 拿m 跟ag做all的運算 這個叫all的運算 位遠的all運算 那all的運算就是00 00all起來 是00 還是0 只要有其中一個1 就是1 只要其中1 01的邏輯 0 00還是0 所以其他沒有動 如果說原來 出去看 如果原來的A 是1 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有一個A 在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mask 是0000 只有中間是1 我把這兩個all起來 00還是0 那1 跟0 all起來就是1 就1 1跟0 all起來 00和0 這邊00起來 那0呢 現在跟我的1 all起來 所以這邊就變1 那其他沒有變 繼續000 這什麼意思 原來A是這樣 當A跟這個mask all起來的時候 得到是這個樣子 意味著什麼東西 你看 原來E的保留 原來E還保留 我用0 我用all起來 所以你原來E還是保留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不管原來是1 還是0 已經強制把你這個地方變成1 這個地方就是我設1 我怎麼樣 把一個bit 第三個bit設1 但是我沒有動到其他 你趕快這邊還有1 還有1 那你看 假如這場all起來 這邊1還是保留下來 所以當我一個mask 準備這個地方是1的時候 我把這個數字給你 all起來的時候 我只動了你這個位 強制把你這個位置設為1 拖動方式 強制設為1 其他 其他都是什麼 都完全沒有動到 完整如缺 完全沒缺 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今天要設哪個位置 準備一個mask 跟他all起來 就真的只會把這個位置設為1 拖動方式 所以我們邏輯會知道運算 那我們可以演練一下 今天假設那個I等於0 全部都是000 那我做一個mask 是1 把他移到3位過來 這個mask都是直接移 移到3位過來 那我把這兩個all起來 我先錄個int 等於I all 這個mask 所以all的符號是一個Vodical body 我們study一下 做一個演練 也就是做一個學習 所以說法 我們看一下區域變數有3個 I等於0 目前是主角 我們要把他第三個bit 把它turn上變成1 那麼現在mask是8 在這個地方 那J目前還沒有執行 這兩個把它all起來 all過去 Fs直過去 現在J變成8 J變成8 但是我再提醒大家 I還是0 因為只是把I的pattern拿出來 pattern拿出來 跟這個mask的pattern拿出來 做order運算得到一個新的pattern pattern沒有用途 pattern現在是指定給J 所以J卻是8 這個pattern有沒有指回去給I 沒有喔 所以I還是0 所以如果說你確定要 I的第三個bit把它變成1 你要再把這個運算值 寫回去I 跟同樣l一樣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set的地方來 我們回到這個程式 暫停 就停掉 debug 最主要是學習這個all 我們把它comment起來 又不需要了 再回到我們的mainform 這個地方要set on-off condition from led.image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要重設on-off condi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把on-off都清不清掉 on-off 全部全部會設為0 所有的010都強制設為0 然後從左到右 從第0個開始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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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它是on image是on 我才把那個bit設為1 因為現在清為0 每一個bit都是0 所以我們接著就是和回均數來和 inti從0開始 i消為16 i plus plus 那同樣我們準備一個mask unsigned short mask 那這個mask 第1個位置 我們就準備好 一樣都同樣的概念 mask等於1 往左 以第1個位置過來 那上面 要把它cast一下 unsigned short 把它轉型一下 但是不是1而已 整個結果是int把它轉到i 把它去修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再來檢查 其實這個mask應該是之後 我們應該先檢查 先check image 你們註解要寫 因為其實現在老師帶大家做主要程式 其他東西是你們要創意 但是這個程式裡頭 了解之後要加一個註解 加點註解學習 那註解比較好 能夠平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if 我們先檢查 LED LED s di 如果說它的image equal equa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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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要做 我們還沒有提到貨 所以continue 跟break 還沒有談到 我就 if 這個image Led di images on 的時候 我才要設為1 所以我才要執行這些事情 否則就跳掉就不執行 省掉一些運算 if LED images on 的時候 我知道這個 因為使用者這邊把它調為on 我要把這個bit設為1 所以我們把 di 的bit設為1 原來的其他bit我就保留 所以我會叫出on off condition 把你跟我現在這個mask all 起來 all 結果呢 再寫回去 原來的on up condition 改變 所以就一個位也一個位也來處理 但是呢 不用擔心其他 非di的位置的01 因為all 其他東西 我這邊 剩下mask的其他東西 原來的東西 all起來都保留 但是 中間我這個1的地方 一定強制會被射回1 因為all 起來強制會被射回1 好 那我們奧蟲出來對不對 那不要緊嘛 這個是主角同一個主角 跟別人在做一些運算 那我就把all 你看同樣的東西把all 搬過來 等到這邊 自己就可以不需要射出來 本來是二元運算值的 就是自己 跟這個mask的all起來 寫回給自己 更簡簡單 OK 那就這樣而已 所以呢 我今天是把使用者的 這些on-offin 進來 所以當什麼 當使用者敲了一次 就是那個pitcherbox的時候 我就讓它更新最新的 更新最新的 更新最新的 on-off 那它就得到最新的on-off 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set on-off condition 其實是支援什麼 支援說 現在如果說 你要收入目前 這個螢幕上 這個01001pitch的東西 把它收入到on-off裡面 存起來 那我們就是 其實在做這種事情 所以set on-off condition 從目前LED的image來射它 哪個地方要呼叫它 那 crick事件 我們剛才不是 那個 這個 mainphonecrick 這邊叫mainphonecrick 其實名字不是很好 因爬得過它是mainphone 過來 所以mainphone 我們是要改一下function名稱 注意一下 所以mainphonecrick事件 其實不是很清楚 我們應該講說 那個LEDcrick 那怎麼改 記得不要一個地方改 這樣另外都漏掉 所以highlight這個傢伙 按右鍵 重新命名 我們把它取一個名字 有意義的名稱 其實是led ledclick 套用 這兩個都會改成ledclick ledclick 所以ledclick的事件 我真的是 朱陽變色 這邊是on 就off 就off 所以改變了 改變之後 我們任務其實就是要update 其實就要set 重新設on-off condition 所以這邊就呼叫 剛才寫的seton-off condition seton-off condition 依照我最新的就是setup 所以那時候馬上update 我再敲一個圖像按鈕 它就馬上update 這樣update 就已經變更了 所以就達到我的目的了 所以我們的led 它其實是軟體 軟體 好 playpoint把它拿掉 我這邊沒有delete掉 我再重新把它處理一下 剛才我們在學習這個all 把它comment起來 那層次執行看看 你現在的功能 雙方的共和力 就是說 你可以設一個pattern 最開始是沒有選擇對不對 可是我討厭 我可能要設三顆在這邊 三顆在這邊 不錯啦 那我閃爍一下就可以閃爍 你看 這是三顆新的pattern在閃爍 因為你已經更新了on-off 那我要讓它shift 就三顆往左慢慢移 好 就當當你要的 那移過去沒有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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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全部是底 所以現在整顆在flash 那現在假如說重新設兩個 好 那flash 就是on-off就已經在那邊玩了 那這兩顆shift 好 好啦 差不多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其他東西要你們自己完成 其他 我應該 示範程式可能沒有給你們 那就是 這幾個功能 就是再來是往右移的啦 那再來往左移 或往左往右移 思考一下 你都是動手腳 動這個on-off的BIMMAP 01001 然後呢 好 我們下集會回來再加一個time 給大家看一看好了 好 我們休息後再回來 所以剩下部分你們思考一下 仔細 可以讀一下這個作業的說明 把一些功能加進去 額外你自己有創建的東西 這些書家會給你比較過的分數 那就是說 都做這些洋蔥 我們都是程式單 都教大家 你們教過來 那就沒有什麼 比較高峰可言 所以盡量玩你一個想要玩的東西 可以這個 譬如說鐘表擺來擺去 或是剛才我講的 像Arcade Game 走走走 燈號跑到左邊之後 又從右邊出來 隨便換到那裡走 那我們可能現在加一個time 讓它動 好 我們休息後再回來